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观音山下的大爵寺当时因为私人用铁钉和铜钱站位争夺风水宝地而有一段传奇的历史故事 至今店内还留有铁钉穿铜钱的筑记涂灰 维而庄严的大爵寺坐落在高雄大社区观音山脚下 虽然经过多次翻修但仍旧保存了建四的时候康熙皇帝所赐的龙牌 如今成了正式之宝吸引许多民众争赌这珍贵的历史文物 一走进大爵寺有别于一般寺庙大门两旁的食师助手 映入眼帘的却是两堆大象 大爵寺门外的两只大象据说不少想求子的善男性女都来此必败 而最近已经有三百多年历史的大爵寺 建四的经过还有一段非常传奇的故事 有一个人是买了铜钱 那另外一个是买了铁钉 就是很恰巧 那个铁钉刚刚好钉在那个铜钱的那个洞上面 那怎么会有那么巧的事情 刚好那么大片的土地刚好就钉在下面 对对 就是很恰巧 然后两个人就不晓得是谁先 然后针到最后到县衙去了 然后那县衙就判他就巧夺之师和合若攻陷 然后后来就就就就盖成庙了 大爵寺的由来是当时聪明的知县 巧妙将私人争夺的风水宝穴 转为剑寺奉佛 现今寺内厚殿仍有铁钉穿透铜钱的筑记涂灰 纪念剑寺的由来 改天不妨来此地走走 感受风水宝地带给心灵的沉稳与平静 港湖新闻综合报导 凤山的龙山寺具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建于清朝康熙年间 从建筑的外观当中可以看见传统建筑手法 被誉为是传统匠义的艺术殿堂 其中龙山寺的庙签也相当的有名 现在要透过镜头带您一同去了解 创建于清朝时期具有三百多年历史 香火鼎盛的凤山龙山寺保存了完整的传统寺庙建筑 除了是台湾重要的古籍之一 也被称作是传统将义的艺术殿堂 在庙宇里面可以推算它连带证明的 除了有一些匾额 石碑或者是碎额 那我们现在抬头你看 这里有一块匾额叫做南明东照 南明东照它是乾隆更成年 乾隆更成年是西元1760年 1760年 清朝日年 清朝的清朝乾隆年间就有 那有这样一块匾额这么大 就表示它已经规模很大 之所以会被称作传统将义 秘书殿堂 是因为从寺庙的正门一进入 就可以看见许多古色古香的 传统建筑工法 龙山寺也因此被列为是国定古籍 不过寺庙里还有一大特色 就是这里的籤诗特别灵验 欢欣菩萨 如果这个是我的圣遷 那就请给我一个圣杯 喔一杯了 刚好就对了 就是它 你还要出什么 感情啊 感情啊 感情这支是没能够好 感情是没能够好 这支是怎么说的 我们跑星去火火整圆 像说叶塔在打火 火越来打是越倒的 烧好三千一百千 如果去倒起来 就烧到很多烧烧烧烧了 又无缘无变一春 如果是成为你心里组组的事情 我们有稍稍忘了心 有特定的什么事情都很忙 做的这么惊烦的 这支成事我们说是不要的 凤山龙山寺虽然经过几度重修 但仍然保存完整的传统寺庙建筑 样貌以及工法 让前来参拜的民众 与游客也能充分的感受到台湾传统寺庙之美 港独新闻综合报导 停看听这些基本的交通标语 你我都相当的耳熟能详 不过要带你来看到的是 凤山山工的学生 他们画口号为行动发挥创意 用画的将这些交通安全指标绘制出来 透过镜头带你一同来看看 凤山山工师生相互合作 以手带口又绘画诠释正确的交通安全标识 晾蓝大型部幕映入眼帘 校内楼梯师生穿流不息的 请进走廊及停车棚 都清楚可见招案标语 灵感巧思完全不假他人之手 为的就是让学生亲自参与 切身了解交通安全的重要性 来到车棚旁的三大图文 清楚显示进来市区交安商网人数 贴心的校方更为同学标记 邻近车行及爱心商家 第一时间给学生最安心便利的救援 那这个是我们学校桌招脚踏车 商店的一个分布图 那有时候同学在骑车在外面 如果脚踏车坏掉的时候 他可以究竟找到脚踏车的一个 维修的一个地点 像正立车行就是离我们学校最近的 那这个是我们学校桌招爱心商店的一个 位置分布图 我们在学校四桌 我们找了十家 超商 还有一些对我们比较 学生常常进出的一些商店 协助学校附助的一个立场来 帮我们有跟他们签一个爱心商店的一个 那个合约 除了前进走廊的交安标语 车棚内更是学生们亲手绘制的图画 凤山商工学生表示 构图灵感以携带安全帽及当心过马路为主 因为之前国中都没有这些标语 然后现在有了就会比较注意 《身影少女》是大家都看过的一部电影 就是都是大家的童年 然后希望可以借这个主题 让大家能够更注意到它 交通安全的重要 看到这些以后就走在路上 就会更注意要戴安全帽 注意安全 也有以知名卡通人物及六个漫画呈现 浅显易懂的方式 缤纷色彩 大幅提升了关注度 也在参与的过程中了解交安的重要性 主要就是用漫画的方式 用搞笑的方式 让别人就是注意说交通安全的重要 史努比算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个漫画 一个卡通人物 所以可能这样子大家比较能够知道在讲什么东西 抛开声音的交安尝试 以生动活泼的绘画 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熟悉交通耗制 无形中也增添了校园美感 港督新闻潘之光陈岳和采访报导 高雄市人物特殊教育学校近年来 致力于皮影系的推广与发展 不但组成了皮影系社团 经过不断的练习 甚至还参与校外的比赛 表现相当亮眼 让参与演出的特教生们 也借由皮影系获得肯定 进而重新发现自己 小兔小猪与小熊跑去找大野狼 到底会遇上什么样的危难 轻松的剧情中有着寓教娱乐的故事 在部幕背后负责舞动戏友的 都是特殊学校的特教生们 这个堂堂叔叔太可恶了 老师现在就依林报警 专注的神情中有着开朗的笑容 看得出来大家都很享受 表演皮影系的过程 但是这些很简单的动作 对于这群特教生们来说 却相当不容易 因为要理解故事的内容 也要协调手部的动作 都要经过一遍又一遍的练习 一动一动 对 就手抬高 把他顶好就好了 我们的孩子很爱表演 但是就是你真的叫他上台 他又很害羞 可是你透过一个有一个部幕的话 然后他们透过这样超偶的去表演 他们的接受度还蛮高 致力于推广皮影系的人舞特殊教育学校 在老师们努力的教导下 这几年一直有不错的成绩多次获奖 甚至学生们还能够巡回演出 让其他的学生 对于能够加入皮影系的社团 都感到相当羡慕 后来孩子们有些都很愿意上皮影系 因为那些可以看到的 就是在台上光鲜亮丽的 还有受到掌声 透过皮影系的训练 让特教生加强身体的协调与专注力 有附建的功效 校方更希望让孩子们 在大家的面前表演 来提升自信 开心地面对未来的人生 港独新闻阮宣 张光沛 采谋报导 经由市政府向国防部申请的 卷村文化保存区 由于还卡在法源阶段 迟迟未有进展 日前召开公厅会 讨论左营地区 卷村文化保留的方向 期望将人的因素导入 保留原有的文化 并结合观光与文创 成为活的卷村 左营是全台湾最密集的 单一军种卷村 在全盛时期有高达23个卷村 但是有些卷村后来陆陆续续遭到被拆迁的命运 以往热闹的景象也不复见了 还好在民国99年 左营的明德和群和建业新村 经由市政府向国防部申请文化保存区 期望导入更深层的人文元素 民国40年到60年之间 那么甚至大陆开放的时候 发生了非常多的酸甜苦辣 悲欢离合 人的保留是卷村文化的核心 从北部返乡的孟凡横 从小就在卷村长大 所以这里对他来说 除了是替母亲保留一辈子的回忆 也是期望将小时候生活在这里 曾经生气勃勃的景象重新找回 更期待卷村文化保存区 能够注入更多的活水 未来应该发展的方向 就是跟观光文创产业结合 才能够让我们高雄市 这个卷村文化园区是多采多姿的 卷村文化保存区 虽然目前还卡在法源的阶段 但在今年 陈局市长前往海军中 列降市纪念塔献花时 强调卷村文化市高雄非常重要的资产 市政府也会透过各种方式 与国军各个单位来合作 珍惜老旧眷村的保存与发展 港都新闻 肖鸿汉薛婉珍采访报导 以上是今天的公立火力灾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美眉啊 去洗碗了 妈妈说女孩不会做家事 会被人嫌 爸爸说女孩独理工 将来会很辛苦 他们为什么不对哥哥这么说 CIDO让女孩有发挥潜能 平等发展的机会 我可以当科学家 我可以做工程师 我甚至可以开飞机 我可以 你也可以 CIDO 促进性别平等 让世界更美好 过马路 不当低头足 脚步快一点 安全多一点 车让路 人快步 生命有保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